香港競爭事務委員會創作有年 比較大家關心對油價的調查研究 但似乎油商都不為所動 你又說我依然依行故我 又說我有什麼合謀定價等等 即是理睬你都傻 但每次加價每個都是一起的 幅度也是一樣 但一對競爭委會 是否好像另一位消委會沒有牙老虎 這次不是 牙齒很利 這次針對外賣平台 我看整個 現在他提出一個承諾 說會盡快修訂那些條款 即是跟小商戶的條款 這麼順悍 但我思考一下 因為有競爭者入場 如果油公司當年或者到現在為止 是有新的競爭者入場 這樣會不會又另一個局面 但油公司很難加入這個戰團 因為首先要招標拿油站 又要有油庫 很多很複雜的東西 但這些外賣平台不同 這壺壺送和foodpanda 這麼快就飯 一來是折住不讓競爭委會繼續塗下去 因為塗下去有機會 越塗越深 可能揭出來的東西越來越多 再加上落不打三更不行 美團已經埋了位了 因為是一個龐大的競爭者 於是我覺得它是順勢 把比例收回小一點 因為其實是增加競爭力 一兩大外賣平台佔了八成以上的市場 其實是評分天下 再加上我們早前也分析過 香港的外賣市場 其實隨著疫情的過去 其實生意額就減少很多 就是說現在增多 捉少了 可想而言之競爭相當激烈 問題就在競委會 這個調查 是不是有點遲離 在外賣最旺的時候 你就不出來做 其實應該在疫情期間就要做 最旺的時候 現在才知道 原來真是食水這麼深 其實餐了熱血王家和說 兩三成 誰知道兩三成 我認識的食肆全部是三四成 最厲害的就是四成 如果有聽過麻辣騷 有一個叫做楊英蒲專 是做豉油雞很出名的 做外賣就是這些外賣平台 四成 喂 利潤不是多了 一般來說 食肆去到七成 七成半利潤很厲害 經營很有法 就是那些是集團式經營 你各成本低可以這樣做 被他賺了三四成 他很容易做 你就要請人燈油火腩 又要請徐司 又要想菜單 又要搞很多東西 又這樣計算 如果當一個食肆是沒有堂食 或者堂食的位置小的時候 外賣的確就少了很多其他的考慮和成本 因為你的店舖位小 有些是他只有十張桌 你的外賣的單排到去門口 就是最旺的時候 所以這個 他是有一門的生意 但我看這次報告出來 是相當全面 好像印象當中 說油價也沒有說得那麼深入 為什麼這次這麼認真做事 油價跟油價全部是跨國公司大老闆 還有措辭用字很客氣 我記得對他們來說很客氣 因為你不敢得罪 大油公司坐起來也很傻 而且他知道沒有什麼人可以競爭 這個行業是太窄 太窄 因為油運來之前 還要去煉油 我以前也做過 由陳方安生做經濟師時代 我也做過這個新聞 他一句說 我們要經新加坡過煉油廠 那裡的成本也很厲害 說了這麼多年也是這樣 我來比較一下 說敬委會的角色 這個報告出來 當然也是有利消費者 因為對食肆也好 因為有多了競爭對手 我相信那個抽養匯 大家都要競爭 比車手那個 又是要競爭 所以那個競爭仍然存在 但是不是一個真正公平競爭 不要忘記也要對消費者 為什麼要公平競爭 就是對消費者的權益 其實我都關注 剛才老總提到送貨的人 車手其實還有步兵 我印象都很深刻 就是疫情期間很多人沒有工作 中環的人有一個很斯文的大叔 穿著襲衣 他是做步兵送外賣 他說原本是中環打工 那時候疫情下很多裁員 那也是很簡單 不用什麼技能 你勤力就可以了 當然在港島 為什麽呢 你全部上山 你單車就行不行 你有電單車才行 你只能做中環 他就可以送寫字樓 做幾個小時就可以 但是要注意一下 這個行業人數越來越多 當美團加入的時候 會不會有跨境的派送呢 不奇怪的 但是我看到過去五六年 在國內很關於這些送貨員的生涯 是頗慘的 第一不敢得罪客戶 因為如果客戶有什麼投訴 他工都不能做 就好像見到皇帝 而他們走走滴滴 連吃飯的時間都沒有 那種辛苦法 而賺取微博 而且他們很重要的就是有獎金 所以不能出錯 是要搶到盡 所以看見為何車手片來片去 分別必爭 多張單多收入 但變成像卡蘭所說 人性化是萎縮 工具化是提升 為什麼呢 外賣行業 當年來在不同的社會 都出現同一個情況 人性壓縮 工具價值提升 是的 這件事我相信將來也是一個問題 而且也挺危險的 因為那些車手 他們電單車在車隊 在那些道路上 穿來插去都挺牙煙的 突然間飆出來 我們換個角度看看 從經營者的角度來看 你在競委會出了招數之後 兩大平台馬上說 我們要剪了什麼 剪了什麼 一剪下 即是說他和食市的拆帳可能會減少了 你的拆帳減少了 車手又要搶人 你生意正常來說 生意應該萎縮 也很正常 你自己每個聽眾 你想想 疫情期間你每天都叫外賣 現在你幾可叫一次外賣 我真的比較少叫外賣 但我所知 就是那些 譬如幾個外賣平台 不單止是送外賣 他還有其他的工作 有一些細緻的公司 幫你買菜 即是你給單機 附近有些人已經住宅在街市裡 按照單機上去買菜 买菜就立即有车手送送上门 美团在内地的经营策略 已经不是纯粹一个外卖 而是一个到户的服务 大家不足不出户 已经可以买完所有东西 只要有一个物流的流程 香港很小而已 其实又不是太难做的 当市场也不是很大 你只有几百万人 所以香港市场比较特别 因为香港地小人多 地小即是容易配送 近的 而且东西集中 香港的华洋杂柱 货物都华洋杂柱 食物都华洋杂柱 所以有些人就是 我要吃那间的什么 另外吃那间的什么 他可以做得到 如果一个幅然港大的城市 就闭家伙了 另外一个角度来说 香港的城市很小 我走到街上五分钟之后 已经食肆临纳 在正常的底下 是不是那么乐于叫外卖呢 很简单 外卖 第一 好不环保 这是我最反对 因为那些食材等等 第二 挺好吃的东西 一焗它 你要盯上热 有些东西就凍了 尤其是现在大热天时 焗出来的倒汗水也很厉害 而且真的感受一下 外卖的东西和餐厅吃不太好吃 我不知道 这是我猜的 是因为你抽涌太厉害 外卖单的工夫材料 是否这么足够 一定有个疑问 我不知道 但我又觉得 可能未必会说不足够 或者扣料 因为最终是要到达客户 客户吃过 觉得你偷工减料 喂 打开外卖的APP 这么多选择 它不选择你 这个是一个最愚蠢的方法 但也可能是一个感觉 因为这些东西你耐久了 耐久了会缩小一点 这个就会 会缩小一点 曾经中环置地广场 一间很高级的食肆 他叫我私事他们的外卖 当然我是不收钱 不用付钱 不是不收钱 我都没有收过钱 我都不用付钱 他叫我私事 叫我讲讲味道 我相信他们一做好 第一时间送过来给我 他一定要我在家 因为他要试 坦白说 他们这么快速度送来 总是烤过一下 虽然他的器具 已经是 似办法改良调整 保温方面好一些 但也是烤过一下不好 烤过一下 你回来凍了 你又要翻盯一下 那当然没那么好吃 但在疫情期间 就是逼远无来 现在社会复偿 香港四日这么方便 大家有很多选择 当然是外卖 也是一个选择 主要是一个选择 但是看回这个市场 很特别的 我们讲一下 你三大平台 各次都不同国家集团 这个国际大致 不要提出这些平台 有竞争有进步 你想想 如果当年不是黄维基 搞香港宽贫 搞一个这么便宜的长途电话 香港电信 那些长途电话 贵到你们不会打001 现在它改变了 现在当然了 用WhatsApp来打电话 用什么来打电话 都已经不用钱了 但是它有竞争就有竞争有进步 现在这些配送平台 我不是叫外卖平台 配送平台 同样一个黄维基 HKTV Mall 它是给一个平台 你什么都可以放在它那里买 它真的配送得很快 这个是重要的吗 正如当年的黎智英 我亲历其境 他搞Admark 叫苹果促销 那时他身不逢事 他跟我说 雅拳 将来电视机在首掌那里 那时他真的很早期 他马上有照片 他不知道有片 有照片看得到 于是乎他壮大了 买了百多个Van 他几乎和报纸的发行商 打大交开大片 你取代它还用来做 他看得到一个平台 因为说明是平台 什么都可以八川会立 即是说这个平台还可以做很多其他生意 不只是送食物 你说故事有一句金句 最聪明的人 不会是成功者 因为你太聪明 你让人先走 但走先未必能一步上位 你走先撞板 我跟着你走先 我跟着李美 于是你失败的经验 就是我成功经验 所以香港配送平台 方兴未捱 我上天说 美团进入香港 几百万人的城市 在内地几个二线城市 都比香港 要不要这么辛苦来香港做过江龙 会不会用一个有哲理的说话去说 偉大的人物 功成不必在我 但成功当中有我 而且我的对手倒下就是我成功的日子 越讲越哲学 真的 如何建立平台 还有最重要的竞争 你看看当年苹果促销的出现 令到百佳和惠康 改变了他们的经营策略服务 亦都为什么经常说 鸡勒呢 因为他们的收入 是很微离超市 但现金流很厉害 我其后在两国集团都打过工就知道了 为了应付苹果 和黄真是头都大 所以可以改变到一个既定的企业文化 一定有异军特起 带来新的刺激 我当然也希望香港 我们是一个国际城市 我们是一个自由社会 真的融养不同竞争者 公平竞争很重要 没有人有特权 香港现在越来越变成一个有特权的社会 我希望在经营商业来说 就不要有任何的特权